和规则 评论比赛的程序规则除了评分标准和实现之外 其余的和上半场的幽默演讲比赛是一样的 请大家在评论比赛环节 不要通过任何的通讯平台讨论 直到评论比赛结束为止 我将念出参赛者的天号明智明智 在每一位参赛者结束演讲之后 将会有一分钟的试镜时间 让评判员做评分的工作 最后一位参赛者结束演讲之后 请大家保持肃静 一直到评判员结束他们的评分为止 评论演说比赛的实现为2到3分钟 少过1分30秒或者是超过3分30秒 将会因实现不合格而被取消 计时员将在2分钟的时候显示绿灯 2分30秒显示黄灯 3分30分钟的时候显示红灯 直到演讲结束将不会有铃声的提示 评论演讲比赛的评分标准如下 火系能力明确重点清楚 占40分 建议积极性具体有助理改进占30分 技巧同灵感性 激励性占15分 总结精简鼓励性占15分 一共是100分 对于表决的抗议 只有评判员和参赛者 有权针对参赛者的资格提出抗议 比赛进行的工作人员是 评判主席李明琳 季时元 林玉莲 还有白杰心 计分员是 邓丽荣 武惠宁 参赛者的出场戏在比赛前已经抽出了 他们的出场叙事 天号一 吴娟 天号二 林秀凤 天号三 李伟欣 天号四 林俊杰 评判主席 请问您和您的评判团 准备好了吗 谢谢 在此 我宣布评论演讲比赛正式开始 接下来 我要请出的是示范讲员 他的演讲是5到7分钟的演讲 5分钟的时候显示绿灯 6分钟显示黄灯 7分钟显示红灯 7分30秒会有铃声的指示超时 请您结束你的演讲 各位